欧洲的碳中和计划搞不下去了 开始要刷起小手段 中国要小心提防 大家好,我是石涛 在最近欧洲在比利时举行的安特卫普会议上 79个国家与相关的机构 是发表了安特卫普宣言 表明他们在碳中和上的一个新的立场 那么有媒体就评论 这恐怕是欧洲在所谓的绿色事业 环保事业 碳中和事业上的重大的战略转折点 那么英国的每日电讯报就报道 由于工业能力的不足 欧洲非但没有在碳中和上 攫取到自己以前梦想要的工业的优势 反而是由于美国和中国 在绿色环保产业上的飞速发展 使得欧洲现在反而要付出高昂的环保的代价 那么这使得欧洲企业的竞争力进一步的恶化 实际上美国前些年确实是随着欧洲高喊 全世界范围内的所谓的绿色环保 特别是民主党还把绿色环保节能减碳 当作是了自己争取选票的一面重要的旗帜 那么我们也能看到民主党多次与中国政府沟通 想要在节能减排上 这个环保议题上 或者叫全球变暖议题上 要进行相关的合作 这里面我们就能看出民主党的意识形态 而相应的 中国更是通过在环保事业上 特别是以太阳能电池储能技术 以及电动汽车为代表的环保领域 我们的权情投入 使得我们有某种意义上实现弯道超车的效果 那么现在看包括了汽车工业都获益不少 而相比之下 欧盟由于各个国家政策的混乱 或者说竞争能力确实也是不足 因此虽然早在1990年代 欧盟就高举了所谓的节能减碳 所谓的全球变暖的这种环保大旗 但是在30多年的长跑之中 欧洲已经落后了非常远了 实际上欧盟现在使用的 包括太阳能电池板 锂电池等等 很多是依赖中国的供应 而欧洲产的电动车 更是在成本以及质量上 都无法与中国的电动车相比 这也就闹出了所谓的 德国大众电动车在中国生产的 比在德国生产的同样款式 要便宜两三万欧元的这么一个事情 那么这也能体现出 欧洲在这方面的竞争力的落后 那么说回来 以碳中和为标志的所谓的环保试验 一直以来曾经是欧洲 用以限制其他国家的重要法宝 毕竟欧洲国家具备先发优势 他们的历史碳排放 已经很早就达封了 那么欧洲目前的去工业化进程 使得自己能够很轻松的实现 之前他们想定的碳排放的目标 而却能通过这个碳排放目标 来限制约束其他国家的发展 但是在这样的一个发展过程中 在这样的一个谈判过程中 中国很早就已经识破了 欧洲这种以碳排放 来限制别的国家发展的这种策略 那么咱们的丁仲理院士 曾经就一针见血地指出 欧洲人不可能实现他们的目标 当然了 别人干不成的不代表中国干不成 那么中国这些年恰恰是通过工业的升级 我们制造业的整个能耗水平 是有相当程度的降低 并且我们在绿色工业 在相关的产品的产出上 我们的效率也大大的提升 而这一增一降了 恰恰增强了我们在整个环保世界中的 话语权以及我们产品的竞争力 也正是看到了这一点 欧洲现在很后悔 那么欧洲似乎又想要转回到原本的老路上 那么这一点实际上在之前 包括英国等等其他国家的表态上 我们也能略知一二 英国之人就说不能用英国家庭的破产 来发展这个环保事业 那么这也能看出包括欧盟 现在在这个绿色事业上都是非常的纠结的 而在这点上其实我们也要佩服 古神巴菲特他的嗅觉 巴菲特一直以来并没有放弃包括石油等等 在内的传统能源企业的这个投资 甚至在疫情以来 巴菲特还大规模的加大了传统能源的投资 这也能看出巴菲特实际上还是非常了解 包括欧洲包括美国这些人的真正的想法 那么未来中国还是要一边高举绿色新能源产业等等的大旗案 在碳达峰碳中和的目标上继续阔步前进 那么这是我们占领制高点 道德制高点关键的因素 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能听从忽悠 传统的包括石油包括煤炭这些 我们可能存在优势的这个传统能源 我们也不能落下 那么两条腿走路才能保证中国的真正的比较优势 大家对这期话题有什么看法 欢迎在屏幕区我交流 小新的关注 点赞转发支持 咱们下期再见